盛行在中國的壽巢 各位愛花菩薩可以發覺到 在這個碗的四周 這個工匠非常的用心 在上面寫著滿滿的心經 他運用心經做整個花器 四周的一個文室的襯托 所以用心經寫滿了整個花器 然後他在四周又畫上了一些菩薩 所以這樣的一個花器 真的是非常的殊勝跟莊嚴 那這樣的花器 我們就可以用它來供佛 就是這次我到北京去看到 我的學生他們在景德鎮 帶回來的這個花器 所以我就請了兩組 我想說露營完以後就可以供養在道場 讓道場可以用它來供佛 好 那各位愛花菩薩可以看到 我在裡面放了一個白砂 因為它這個心經的碗比較深 所以尤其是在冬天的時候 如果我們在插座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下一些白砂 好像有點下雪的感覺 好 然後我現在用了一隻這樣的一個 南天竹 南天竹 然後我們以它來作為我們的這個史枝 史枝 好 然後我今天插的這個作品 我們是竹石插 竹石插 就是它是比較簡單的 簡約的一種插花的一個方式 好 然後我把這邊的葉子 稍微的修小一點點 好 然後 讓它的線條 好 線條呢 簡單 然後呢 感覺不要太重 好 所以 我把它的這個部分呢 好 把它插 好 然後 我們在插花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到 它的這個角度的感覺 好 再把它調一下 好 看一下它的角度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呢 我們南天竹呢 它其實呢 一年世紀都是這麼的美 在春天的時候呢 它是初芽 但是到現在 即使這一隻 它是沒有果實的 但是它的葉子還是會有一點變色 所以特別的特別的美 好 好 那我們在插完這個南天竹之後呢 我們用一片的這個葉子 好 各位不知道可以看 我想應用一片的葉子 這個叫斑葉藍 然後它有這個斑紋的顏色 然後 因為這個葉子有一點軟了 好 所以我讓它稍微的把它綁一下下 好 有時候我們的學員呢 看到這樣的一個葉子 他們就會覺得好像不新鮮 其實它是它自然的一個生態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的讓它 感覺到能夠立起來 好 然後我在這邊把它綁一下鐵絲 好 比如說我在這邊把它稍微這樣綁一下鐵絲 好 然後它就可以 葉子就可以立起來了 好 好 然後我們在綁這個鐵絲的時候 我們要用比較細的 二十四號的鐵絲 如果它不會軟下來 我們就不用上鐵絲 但是它會微微的有點向下飄 所以我們就上一下鐵絲這樣把它綁一下 好 然後我們發覺它還是有一點點下垂 我們就可以往上再拉一點點 好 然後我們在尾端的這個地方呢 然後再讓它往裡面捲一下下 這樣 好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順著這個 嗯 這個 枝幹的這個角度 去放它 好 好 再試幾個角度 有時候我們會發覺這個角度不太好 我們可以再試一下下別個角度 好 但是我讓它不要太貼到我的葉子 好 所以我把它 稍微的加一下 好 好 那如果有葉子呢 它就會跟這個 南天竹的枝幹 產生不同的一種效果 好 那我接下來呢 我用一點點的雙 好 我用一點點的雙針 做它的後段 好 那我們再擦一個這樣的一個 晚花的花形的時候 它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是屬於一種比較 規矩的擦法 所以我們擦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的枝腳要乘把 乘一把集中 然後 感覺上 像是 同一株伸長起來的感覺 好 然後我用了一個雙 來做前段的這個部分 好 那雙針一上去之後呢 就感覺很美 好 好 各位奧布莎可以再欣賞一下 這個雙針下去的效果 所以 雙針真的是非常的蒼翠 古著 而且 它的那種 整個植物的一個精神 非常的美 然後 我今天要用的主花呢 是 兩隻這樣子的一個 黃色帶有橘色的 這個 顏色的蝴蝶藍 好 然後 我把這個蝴蝶藍當我的主花 然後我們在插座的時候 盡量的把這個 把這個花擦的集中一點點 所以 顏紅道在平時裡面講呢 他說呢 嗯 就是 就是 一重入起 上處下翻 好 所以 我們在插的時候 盡量把這個隻腳 集中 然後 把這隻再向後一點點 好 讓它有一點高一低的感覺 好 各位阿波紗先可以欣賞一下下 好 好 所以 孔子講說 與善人之如露 自然之勢 那 久聞不覺其香 而語之化矣 所以我們在一個空間中呢 我們用一些君子之化 來做 搭配的話呢 那整個空間的意境 還有氛圍就特別的好 好 那我們在 後段的地方呢 加一片的這個 佛手餘葉 好 好 來穩住它的這個 後段的深度 然後也讓後段 我們的蘭花呢 就一個翠綠的顏色 可以搭配 好 好 那我在前段的這個地方呢 好 我也加一個佛手餘葉 好 佛手餘葉 好 所以我們有時候 像這個佛手餘葉 它 很好生長 所以 如果在我們的 家裡的陽台啊 或者是 有一個小小的花園 我們可以 種一個佛手餘葉 因為它非常的清脆 而且它 會吸收很多負面的這個 磁場跟 它能夠淨化這個空氣 所以呢 我們 我們 就可以 讓屋子裡面 感覺特別的好 然後 還有一個 當我們要用這個花的時候 要用這個葉子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 採用它來 運用它 好 加個佛手餘葉 好了 各位阿菩薩現在可以看到 我把這個佛手餘葉加上去之後 因為這個綠色 把那個 蘭花的色彩 襯托得非常的好 好 然後我在 背影松的這一邊呢 我再加一片的 再加一個 一片的佛手餘葉 讓它有點 拉出來的感覺 好 那這片佛手餘葉 我上過了鐵絲了 所以我加一點點的這個 鐵絲 加一下下 才不會看起來 因為 我們這個網花 雖然我今天插的這個是 屬於竹死插 但是它還是具有一種 李麵花的一個要求 那 李麵花的作品呢 我們就要特別的用心 特別的精緻為美 那李麵花是以善為出發點 所以呢 我們在做作品的時候 要用一種很 很 美善的心 來去面對我們這個擦花 那李麵花 應用在最多的場合 都是正式的場合 像我們在寺院裡面 擦的花 都是以李麵花為主 好 所以我在 外邊的地方 再加一片的這個 佛手餘葉 好 左右有一點點 微微的 對稱的一個美感 佛手餘葉特別的軟 所以我把它稍微的用 擦好 好 其實它現在已經非常的典雅端莊 而且非常的雅致 但是我從後段看的時候 會發覺它後段呢 還有一點點的空間 然後 因為一個李麵花 它是追求四面八方的圓脈 所以我在後段呢 再加一點點這樣的 綠色的葉子 好 然後 我在側面的地方呢 像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一個杜鵑 再把它加一點點的杜鵑 讓它不要中間 就是很空的感覺 所以我們會覺得 它的這個麵呢 四面都很美 好 然後我加一點點這樣的 小小的這個 這個 這個是愛麗家 這個是進口的花蟬 我把它稍微加一點點 然後讓它稍微集中 不要太散 但是我不要用太多 因為這個花蟬 本身它非常的有特色 所以我們就 不要把它擦了太多的花 好 各位奧菩薩現在就可以看到 然後 我用一個網花的一個主使擦 的一個擦法 好 然後如果我們覺得說 這樣的網花呢 我們希望 這麼精緻 這麼唯美 然後我們希望呢 它不要 不要那個 看到這個劍山 好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些這個沙石 把它整個這樣鋪滿 好 像各位阿菩薩可以看到 我現在用這個白沙 把它鋪上去 就可以蓋住我們的整個劍山 好 那整個作品呢 它都會是 很乾淨 然後很潔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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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是慢慢的 把它鋪滿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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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把這個整個劍山呢 應用白沙 把它鋪滿 好 好 好 那我們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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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們在擦完一件這樣的作品之後呢 好 我們來欣賞一下下 好 然後上面的水呢 因為我們說過呢 水清美德也是一個擦花家的一個精神 在我們泡茶的時候 我們說水為茶之母 那氣為茶之父 那擦花呢 以水養花更是重要的 好 然後我們把它上來的調整一下 上來的正面 好 那我們就完成一個這樣標準的一個 以這個禮蝶花 網花竹子擦的方式來擦座 那我們在擦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配上一個配件 譬如說各位阿花菩薩 等一下可以看到 我有一個這樣的一個乳液 好 我們把作品放下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剛剛剪下來的 這一些葉子 或者是剛剛 他們幫我剪了一隻好漂亮的這個杜鵑 我們就可以用它來做我們的 配飾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樣的一個季節裡面 加一隻很美的一個乳液 作為我們的配件 譬如說在過年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要插很多很繽紛的花 那最重要的是 譬如說我們今天選了一個心精的碗 讓我們選擇心無掛藍 無掛藍故 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那這樣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新年的祈願 祝福 祝你們感祝福 好 那接下來的第二件作品 我們還是以那個 就是李念花的碗花來插作 我剛剛有跟各位愛花菩薩提到 因為有一對的心精碗 然後我就示範兩件不同的作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用的這個花柴 這個花柴 我們稱它為千兩 千兩 那千兩它又叫接穀木 因為它的穀是一結一結的 然後它又叫做漢珊瑚 漢就是那個陸地跟漢地跟那個水地的漢地 漢珊瑚 因為它像珊瑚一樣的美 所以它也叫千兩 就是真的是要長成這樣的一個千兩 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 那我把這個千兩 先插一支高一點的 我們稱為死枝 死枝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用一支千兩 做我們的克枝 那我們都知道 我們剛才有介紹說 網花是屬於李念花 是屬於李念花 好 所以呢 什麼叫做李念花呢 李念花就是說呢 它是以禮法為依歸 以美善 以生命的一個真善美 就是我們要藉由在這個 比如說李念花的第一個 就是說我們的花企本身呢 它就代表著國家社會團體 國家社會團體 那我們知道呢 在一個國家社會團體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有一個 規矩有一個 智序之美 所以李念花呢 是以規矩智序之美為依歸 然後各位阿佛薩先生 看到了 我手中的這個花呢 我們稱它為夜來香或晚香玉 好 那我們心的高度呢 是五 那什麼是五呢 也就是我們的直徑加高 這樣等於五 所以中國自古以來 我們說古人就講天地之心為五 然後我再留一點點的這個 插入在劍山的這個高度 所以這是我的心 我的心為五 然後 雖然這個晚香玉非常的香 非常的美 但是我們那個量感也要很適度 好 然後我再插完這個 這個以後呢 我一樣加一點點的這個葉子 因為呢 葉子會讓這個作品呢 它感覺上 有一種動感 好 然後我把它稍微的 一下下這個角度 然後我把這個角度移下來一點 讓這個克枝呢 這一個枝能夠佔餘 好 然後讓它有一點葉片 就是 葉片可以調樓整個作品 讓它具有那種剛樓 摸併劑的感覺 好 再一片葉子做前面的 前面的雞盤 好 然後這個葉子呢 因為它是嫩葉 所以它都會稍微的 有一點點下垂 所以我們可以像剛剛一樣 這樣把它綁一下下 一樣用24號的鐵絲 把它綁一下 好 那這樣子它就 葉子就會挺起來了 好 然後我在這個側面的地方 新的側面的地方 再給它加個葉子 讓它就是可以有一點點 互相互印的感覺 左右互印 對稱的感覺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在它的下段 各位阿菩薩可以看到 現在我插的是上段 然後接下來是中段 然後我現在要補到它的下段 好 然後我用 一樣是這個 千兩來做它的下段 好 那我們插的時候 儘量注意 只腳的集中 只腳的集中 好 然後我再找一隻 做它的下段 這個時候 我們也可以考慮用杜鵝 全部用千兩也可以 但是我們也可以考慮用不同的花材 比如各位阿菩薩 可以看到我這隻杜鵝好美 所以我可以用這個杜鵝 來做我的這個 另外的這個下段 好 好 我來示範一下下 像這樣一個杜鵝 我要摺之的時候 好 平 那我們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在我們的 我們的里面花里面 我們剛剛講到它是一個追求 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規矩的美 自序的美 好 所以 就是說 我們在這一個 這個花器代表的國家社會團體 在這個國家社會團體裡面 所有的人 他一定都要在這個規矩裡面去行進 所以 比如說我這邊需要是這樣子折出來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它的枝腳是要怎樣 集中成靶 好 好 然後呢 我把它 稍微的 上一下 因為杜鵑這個花材呢 它特別的 特別的容易 特別的容易斷 所以我們在處理它的時候呢 就要特別的用心 所以 我自己個人覺得 學花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修學跟過程 那我們怎樣 在跟花枝的互動中 那進而也去體會到自己跟人之間的一個互動 然後我們對於 就是 比較剛強的人跟比較 柔弱的人 我們之間怎麼樣去相處 好 然後在這個枝腳上 把它折一下下 所以各位愛好菩薩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把這個枝呢 它折成這樣子 那折成這樣子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插上去 好 所以各位愛好菩薩可以看到呢 我們這個花枝是向四面八方 向四面八方 好 所以 我這邊呢 這邊是東南的位置 然後這邊是西南的位置 然後這邊是西北 然後是東北 向四面八方追求 全部的一個圓滿 然後以這個晚香玉 作為我的心 好 那我現在要插我的竹花了 今天的竹花是一朵 比較大朵的這個黃菊 好 然後我們用這個黃菊來做我們的竹花 好 然後這個黃菊呢 我可能要給它上一下鐵絲 因為我們要折腕它的枝腳 所以 我用一隻18號的鐵絲 把它插進去 所以各位愛好菩薩可以看到 我把這個鐵絲 插進去 好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 在這個國家社會團體中 我們怎麼樣跟所有的人之間 互相的協調 互相的搭配 好 畫折一下 好 各位看到我穿了18號鐵絲之後 它就可以 這樣完全的彎曲了 好 然後我們以它為竹花 好 好 那我們在竹花的前面呢 我們再加一些些的葉子 就是像剛剛我們用到了這個 葉子來做我們的 雞盤 好 然後這個葉子呢 它因為有一點點的軟 所以我把它上一下鐵絲 好 然後因為它我一直有這個地方太軟而已 所以我就在這邊呢 只有這裡太軟而已 所以我只要在這邊上一下就好了 上一下鐵絲 好 讓它的支角可以立起來 讓它支撐 因為雞盤不要下垂 而且雞盤有力呢 整件作品就會覺得特別的 嗯 特別的 嗯 感覺 特別的有力量的感覺 好 所以我們把它的雞盤 好 好 那我們再找一片做後段的雞盤 好 那我們再找一片做後段的雞盤 這個 嗯 補助的這些花枝 讓它不會感覺太空 不然我們會覺得它四面八方有點太空的感覺 好 加一點點的這個 薄枝 增加作品的厚度 就像我們在介紹網花的時候 我們說網花呢 它是需要 就是 我們說 環球中長 那也就是 意思就是說 它要內運非常的豐富 好 然後我再加一點點這種小花來補助它 好 好 好 因為我們今天的這個心筋的這個碗呢 它顏色比較繽紛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那個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在插手的時候呢 我們就讓它的這個整個顏色上 花氣的顏色上 因為花季本身很紅的顏色 所以我們在 運用這個 運用花材的時候 我們就選用比較素芽的顏色 那這樣子感覺上會比較 不會太過於的 繽紛燦爛 好 好 那我們把這件作品 把它完成起來了 那同樣的一樣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呢 就是把它再加一些些 上去 就是讓這一些 我們的件衫上面呢 可以看起來是很乾淨的 不然我們用了這個白砂的碗 而且因為花氣它非常的精美 所以呢 我們就盡量的讓這個件衫是看不到的 然後因為 尤其是我們碰到冬天的潔氣的時候 不管是在小雪 大雪 或者是冬至的時候 然後我們能夠把這個 整個花氣的這個枝條 修飾得好像有一點點 第一個像那個下雪的感覺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 就是那個建山不會感覺很粗糙的感覺 好 那我們再插完一件這樣的作品之後呢 我們也是可以配上一個很吉祥的象徵 像今天我為各位阿拉菩薩準備了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 仙翁 就是我們的南極仙翁 來做我們的陪襯 然後我們也可以配上 我們的這一些 枝材 這些花材 來做我們的這個整個空間的一個設計跟感覺 好 我們把它稍微放一下下 好 那我們在這樣的一件作品中間呢 好 我們藉由今天信進的這件作品 來表現一個 中國花藝的一個裡面花 那我們怎麼樣學習人都在規矩中行進 都在秩序中前進 我們知道佛法裡面最重的就是戒 那我們要藉由在人生修學的過程中 如何從受五戒 菩薩戒 然後慢慢的從三規五戒到菩薩戒 然後慢慢的修學自己 就像我們說的 怎麼學習從心無瓜愛 無瓜愛故 無有恐怖 自然就能夠遠離顛倒夢想 願此香華 天滿十方 供養三寶 呼化龍天 普勳眾生 共入佛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银行贷号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-001-194-788 012-001-194-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经番结缘品